再来看到年底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在台中市来势汹汹 派出2005年曾经跟胡志强交手过的林家龙参选台中市长 深耕十年之后 林家龙如今是卷土重篮 目前各项的民调数字都大幅领先胡志强 面对民进党近年来在大台东地区最有一面的一次选举 林家龙如何备战呢 来看我们的专访 很荣幸今天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林家龙先生 委员您好 家倩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委员其实在这一次选举之前 在九年前2005年 其实您就第一次跟您的对手胡志强先生 有过第一次的交手 当初您可以说是空奖到台中来参选 其实因为您不是台中人 但是当时您是败选 但是很多人相信败选之后觉得说 不如归去就离开这个地方吧 但是您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你竟然就把居家迁到台中来定居 而且展开一个围棋长达十年的一个深耕计划 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呢 你又不是台中人 你为什么坚持要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呢 对 当然十年后来看当时 很多人会觉得 哇 真的好像十年磨一剑 滴水穿石 可是对我来讲 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 台中是一个很好生活的城市 我如果带着太太小孩在那边定居 我想对我小孩子来讲 在那边长大应该是不错的地方 那其实就是这个想法 另外一个当然我对台中 长期以来 我有一些观察跟研究 我认为台中是一个非常好生活的城市 而且在崛起中 如果给我时间 那我让台中人认识我 就像我选择了台中成为我的最爱 我相信台中也会选择我 来帮他们就是说领导这个城市的发展 所以我相信给我时间 然后经过努力 我会是台中人的选择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当兵的时候 大概是25年前 我其实是在那个大渡山上的一个防空炮兵 所以那刚好在县市的交界 了解 也算有点渊源 然后之后我有因缘继会 因为2000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参与了那个政策白皮书 所以当时就提出了民进党 就是说的三个第三的政策 有关台中发展 就是要有第三个国际机场 第三个科学园区 还要成为第三个直辖市 所以一路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 都特别关心台中的发展 所以这些都是我 所以说慢慢累积我对台中的观察 那我认为台中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如果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市长 能够带领台中起飞 成为就是说 所谓的三核心 北中南 中部那个核心就是以台中 来带动中张头跟中台湾的发展 是 要让台中再度崛起 这样的一个味道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 你说十年某一件 确实现在这个最好的时间点 已经到了 因为我们看到在2005年的时候 您算败选 不过在2010年 民进党再度出征台中市长宝座 虽然还是败选了 但是其实那时候的落后的票数 拉近到大概只有三万多票 所以显示其实台中的市民 对于蓝天变绿地 他们是有渴望的 当然最近看到你任何一项我去查 任何一项您跟对手的民调数字 发现 你的数字其实都很漂亮 都维持至少我15%到20% 你刚很谦虚 你说大概10% 但其实这个领先的数字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会说 胡志强为什么民调会这么低 这一次大家质疑他说 你当时三年也该换人做做看了吧 但是我认为要看一个候选人 他的一个状况 看他的任期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么13年来 回头看看 您认为台中真的有进步吗 因为你的对手提出一个数字 他说你不要都说台中没建设没进步 但是我偏偏我每一年 在台中市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他输过9% 这个数字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不晓得委员您认为呢 这13年来 您认为台中真的都没有建设没有进步吗 台中市有一些进步 那比如说来自于民间像七期 这样的一个就是变成一个 商业很发达的豪宅住宅区 但是市民对市长会期待你的公共建设 比如说台北有捷运 高雄也有 但台中就是做不起来 台北跟高雄都有巨蛋 跟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台中就是没有 台北高雄都有 就是把河川整治好 台中的整个下水道的建设 五度最低 所以说市民会觉得 我给你13年 那事实上我们的城市的基础建设并没有变好 交通越来越严重 好 那胡适强在宣称说台中的经济财政很好 其实那个是一种 就是说 你讲他误解也好 或者他就刻意去就是说 包装出来 所谓台中的这个经济成长率9%每年 那如果这样那还得了 但是台中人为什么在回答这些像天下远见的 这个施政满意度的时候给胡志强五度最低 为什么 因为他举的数字 比如说他把中科 10年前那时候我参与建设 然后中科的产值从零到5000亿 都当作市政府的收入 把它处以所有的市民 可是问题中科的产值 那是中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税收的来源 不是地方 所以并没有反映在我们市民的生活的一个提升 那台中市在这几年表现的经济数字 因为总体很多中科 自由贸易港区 还有什么加工出口区 这些数字就占了 就是整个经济产值的将近一兆 那将近三分之一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处于我们市民 等于我们市民的收入 市民会关心的是什么 我的这个实质的薪资有没有增加 我的储蓄或我的可适用的所得收入 结果我发现 我去查主济总处的资料 台中市在五都里面 就是人均的薪资所得是五度最低 然后储蓄也是最低 那可自用的这个所得是五都倒数第二 所以对人民有感的数字是我赚了多少钱 我可以拿来生活用 我可以储蓄 而这些数字根据官方的统计都是最差 那所以这个落差就是导致今天 胡志强甚至马英九一再吹嘘 台东经济财政很好 可是市民无感甚至反感 因为现实上房价越来越高 然后出去塞车 然后治安没有改善 然后你却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第一 可是就城市的光荣感 不像高雄台南 甚至双北 你可以看见比如双北的环状捷运做起来了 那台北跟新北的人 他们会有一种现代化的感觉 可是台中市某个程度来讲这些都没做 所以我觉得胡志强做了13年 不是说他没有做事 他比较想要做的是一些一步登天的 比如谷歌泰美术馆 然后比如说办国际性的演唱会 但是为什么江会 他就是不到台中去唱歌 他说台中连一个表演的场所都没有 没有巨蛋 没有音乐厅 所以他做一个国际级的巨星 他觉得说在不适合的场地表演并不妥当 所以连五月天去台中 一样 他也必须借台湾体育大学的户外场地 那种体育场 结果超过了10点就要被罚 然后每隔10分钟罚一次 那我是觉得那一些歌迷听了都会觉得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一个已经身为隔维之辖 是国际性的现代化都市 该有的基础建设 台中要赶快做起来 不要去表象去弄一大堆数字 胡志强不要去学马英九总统 都主观的去用一些数字 然后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人民错了 我们经济很好 我们这个成长率很高 可是事实上我们就不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落差是今天执政者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盲点 那我因为整天都在基层跑 我比较能够听到基层人民的心声 是啊 对啊 因为委员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这个台北 高雄都有捷运 但是台中身为一个中部的一个枢纽大都市 竟然没有捷运 因为其实像我 我相信很多台北人很喜欢往台中跑 天气好 对 天气好 交通又方便 那当然物价相对会比天龙国 所谓的天龙国好像还低这么一点点 当然到台中去会觉得很舒适 唯一觉得不方便 就是没有捷运 那如果您顺利当选的话 我不晓得说您对于台中捷运的规划是什么 因为你看现在您的对手 一个BRT 大家觉得说才开通没多久 问题一大推之前 那个告示牌还出现一个跳针这样的状况 大家会觉得说不是不能做 也不是说你批评做不好 但是你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之下 仓促上路 那我不晓得说 我以为你对台中的捷运规划是什么 一个现代的都市超过100万 基本上都有捷运 就轨道运输 那台北20年前 一次入网就四条捷运 4400多亿 中央出的 那个时候因为第一个首都 到了高雄的时候没什么钱 就用BOT 一次两条 1800亿 也做起来了 现在开始用轻轨把它串联成环状 到了台中 胡志强盖捷运讲了13年 结果盖出来的不是捷运 是一个很奇怪的BRT 那我们就会问说台中有没有钱 然后他又说台中财政很好 可是只能够做穷人的捷运 所以只有BRT不能够盖捷运 他说这施工时间比较短 两年就可以完工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用心的话 台中是本来就有一个捷运的铁路在那边 可以捷运化 就我在十年前跟胡志强选举的时候 有一个重大的政见的辩论 就是我主张大台中三首线 那他是反对的 所以大台中三首线就像东京一样的三首线 把铁路的三线跟海线 就是从竹南分嘛 然后到了这个台中要进彰化的时候 又合起来 如果我们从大甲到厚里 打个一个横的轨道 或者从这一个清水沙路 到这个坛子 这个地方有一个横的轨道 我们就可以把台铁环状化 变成一个捷运 就是变成一个区域内的 一个环状的一个捷运网 这不需要花大钱 而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推动了 我们花了两百 大概八十九亿 就把铁路的三线从丰园 一直到市区 一直到乌日 已经高价化 那又增设了五站 就把它捷运化了 那如果说三线座 海线座 把三海线换 串联成三海环线 就我讲的三首线的话 那台中就会有自己量身定 做很独特的捷运网 比如说台中没有那么大的钱 但是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特色 去把铁路转型成地方的捷运 然后再去做一些串联 比如说一个十字型的交叉的路 跟整个环状 那台中反而会比台北高雄 其实它的整个结构更完整 所以我是觉得 去说台中没有条件做捷运 然后但是又讲说台中 这个经济财政很好 那台中人听了就说 那你为什么胡志强四年前 在选市长的时候 四年前他在选举公报上讲的是 他要为台中打造七条捷运 结果选后跳票也不道歉 就突然间改成BRT 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市民在看 市民不是没有给胡志强过机会 那委员刚刚提到 其实交通方式有很多种 不一定都是捷运 那其实你在这个交通政策 白皮书当中你有提出 你希望把台中打造成一个客运城 这又是什么概念 台中刚好在南北的中心 台中有四条国道在台中交汇 就国道一号三号四号跟六号 那刚好台中腹地又很大 我们如果在台中做客运城 就是说设转运站 像台北京站那样 我算过大概有八个点 如果我们做后转运站 那所有的比如说 坐高铁来了就可以转 这个台铁或者是说捷运 或者是这个公车 甚至公共自行车 那这八个就是进入台中的门户 比如高铁就是五日站 以台铁就是有台中火车站 风源跟沙路 然后以高速公路进出台中 大概就有大甲跟雾峰 这是国道三号跟四号的交叉口 那雾峰是国道这一个一号三号跟六号的交叉点 然后再来就是国道一号要进入台中里面 就有草马站跟这一个所谓水南站 那如果这样八个转运站 那以后你看台中会变成个客运城 就台中就变成说所有东西南北的人都来到台中 那要进城之前 你就可以转城 适合你的公共运输 交托变得更方便 对对对 所以台中的一个location 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环境 这个架构可以做 整个城市就变成一个客运城 那这让台中我们又发展我们特有的 复合式的公共运输 台中不用去copy台北完全都盖捷运 但是台风也不用去像高雄一样 就是我们有自己独特的 比如说现代统联 从台北到南部 它就很多就可以到台中 换车到南头 那高铁也是这样 以后我要去彰化的去苗栗的 一样从台中进出中部 所以打造台中成为客运城 是我交通政策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 是 但是委员你刚刚也提到一个重点 你说你也要打造一个所谓的三首线 那因为你在刚刚回答当中 你也提到说台中 其实在市区里面很常塞车 那或许有些人就有一些质疑说 你把台中的外围交通好像变得很顺畅 但是反而大家如果集中到 你刚刚说还要提到客运城 这个搭巴士都进来之后 这个塞车的问题 因为相信我也常常去台中 每次到这个就是大马路上 其实都是会塞车的 那我不晓得这个问题你又怎么解决 太好了 你刚好问到就是 台中其实是有轨道运输 跟所谓的无轨的运输 轨道运输就是以铁路 三线海线的转型 变成大台东三首线做骨架 然后再架构这一个捷运或轻轨 那另外就是属于我们自己开车 那就是公路系统 那台中刚好有国道 省道 县道 还有各方面都有 那这个进出就比如说 大巴士到了台中 只要到转运站 你就可以换成公车 甚至公共的电车 公共的自行车 甚至那一种绿色环保 节能省碳的电动车 所以交通很像一个人的身体 就是我们有大学馆 小学馆 还有微学馆 南北到台中 我们就用大学馆 就是高速公路 或者是高铁跟台铁 然后到了我们台中要到附近的这个城乡 有范围比如说20公里 那我们就改搭这个公车巴士 小一点的车 或者是这个计程车 或者是公共这个自行车 甚至是公共的这个电动车 那这样就可以进入大街小巷 所以胡志强他想要用BRT 来解决台中的交通问题 他是拿错药了 BRT因为它占了两个车道 又要有很大的车站 然后它又是车子很长 可能好几节 结果你一进到市区 就会塞车 为什么 因为台中跟台北高雄很不一样 我们的道路结构是辐射性的 就从火车站中区 然后往外辐射 所以原来进到市区的路都很小 然后慢慢大 到了环中路 外面就很大 所以BRT如果它占用那么多车道 跟车站的话 它比较适合在我们的环状外围 到了我们这个环中路 七十四号道路 生活圈道路以内的时候 我们要设转运站 让它转成可以进程的 适合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在讲说复合式的公共运输网 就是说要为台中量身定做 不要想要用捷运就能解决 或用BRT就能解决 或者是说你盖一大堆公路 结果车子越来越多越塞 你一定要善用很多的不同的载具 让台中可以四通八达 从大血管进入小血管进入微血管 像巷道一样 那只要转一站 就是你就可以到达你要的地方 比如说我从枫园 我如果要去这一个市区 我可以 我如果是坐火车 那我当然就可以 就是到台铁 到中区 那我如果说我是开车 也许我可以 就是到达这一个草码 或者是这个 所谓水南 然后在那边停车 然后我可能就换巴士进程 所以弹性一点 但是为台中量身定做一个 就是进出很方便 然后不要想一车到底 但是你只要一转车一次 你在怎么远的地方 你都能够在三四十分钟里面到达 对 就转换一下交通工具 让台中的一个交通变得更顺畅 那么听完林佳龙 他帮台中打造出来的交通政策 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来听听 他对于台中规划的 社会住宅政策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抱歉要加班 害你不能去运动 没问题 我随时都在动 来点宵夜吧 没问题 少运动又炒外食 因为有黑松茶花绿茶 帮我hold住健康 健康一点就很轻松 黑松茶花绿茶 好喝 每个细节 每吞曲线 完美展现 不可商量的性感 KIMIKO的聊播 Swear 很多疼痛是发炎所引起的 止痛心关面 药止痛先消炎 三支雨伞标消炎止痛定 不是肋固醇 不是抗生素 是让我安心的止痛药 头痛偏头痛 生理痛 真有效 三支雨伞标 消炎止痛定 每个细节 每吞曲线 完美展现 不可商量的性感 KIMIKO的聊播 Swear 欧书丹 以蜡菊精华油 融合七种植物精华 卓越抗老 深度修护滋养 蜡菊复活系列 能抚平细纹 紧致光泽 展现如金翠炼 青春之美 蜡菊复活精翠油 全新上市 L'Occitano Provence 父母的态度 决定孩子的高度 转股 遇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错过将无法重来 请指明政达等大人 相信我乃哥 给孩子的选择 名媛只是称号 别人把目光 放在我的脸上 我把眼光 专注在完美的保养上 帕马式全校修护 助颜精华油 独创RAS回岛科技 天然活颜精华 看老 亮白 保湿 完美无瑕 只要一瓶 我的美容精品 帕马式全校修护 助颜精华油 Skin is Fashion Pelmers 重要新闻事件 台势从不缺席 半年走过风雨 等待娇阳再现 10月10日上午9点 请锁定台势双十国庆 特别报道 今天很荣幸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先生 委员其实上一段节目当中你帮我提到了你所谓帮台中量身打造的一个交通建设 接下来石英住行育乐 我们把这一个行的问题解决了 当然住的问题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不止台中 因为几乎台湾各个县市主要县市都面临这个房价飙高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有承诺如果你真的顺利当选 你希望四年之内要盖一万户的社会住宅 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的庞大 很多人就会说这个钱从哪里来啊 弟你找到了吗 因为你还说要盖在可能是比较交通便利的地方 不是所谓的那种偏乡的地方 而且你也承诺赌上你的乌纱帽 你说四年之内这一万户盖不出来 我林佳龙绝对负起所谓的政治责任 弟找到了吗 钱找到了吗 其实台中是最有条件做社会住宅的城市 因为我们的政府拥有非常多的地 包括重化之后的抵费地 也就是说政府去参与这一个土地的重化 那得到的土地我们可以卖掉 也可以拿来盖社会住宅 那胡志强在过去13年卖了1000亿的地 就台中盖不出一条捷运一颗巨蛋 跟一户的社会住宅 那我们去想说 那为什么要把重化的抵费地去卖给财团 盖了豪宅 为什么不把这个地留着 由政府来盖豪宅呢 那事实上你不但政府来盖这个地的产权 是政府的可以养地 你以后这个土地增值 还是政府的产权 而且你这个地不用卖 就可以拿来银行融资贷款 所以我们算过 与台中现在拥有的抵费地 还没有包括 现在在重化中的13期跟14期 就已经有20公顷 都在地点很好的地方 因为重化区嘛 在台中市所拥有的 就是跟政府包括国产署 或者像教育部的学产地 国防部的这一些 过去的这些营社土地 还有台塘 都一个可以合作的土地 台塘的一些农地那个不讲 我纯粹讲说 马上就可以盖的大概就40公顷 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抵费地跟公有地 那为什么台中市盖不出一户的社会住宅 所以其实胡志强被人家质疑的 除了公共建设 他没有做好 就是捷运巨弹 或者是治理河川 最重要的是说社会福利面 台中在五都里面也是排名很后面 那这个部分 台中市我承诺 就是在任内要兴办一万户的社会住宅 我是经过半年的研究 因为你说台北跟新北 他们讲的连地在哪里就不知道 但台中就偏偏 我已经刚刚讲过 比如20公顷的抵费地在哪里 西旗也有 11旗也有 现在大概的13旗14旗就有 甚至在台中港 那个有一个市地重化 也有一个五六公顷的地 那在新的未来开发也有 所以我在主张就是说 一万户 那这个租金是这一个 就是市价的七成以下 而且我要盖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住宅 我是有所谓三好一公都 区位好建物好 然后这个机能好 然后租金很公道 然后我定位的台中的社会住宅 是具有一种社会机能 就它可以有社区性的这一些 比如说脱幼跟脱老 比如说健身中心 图书馆 那么你用一个社区性的概念 然后来这个让青年劳工 他们住得起 所以我在优先挑选的地方 除了交通便利 因为这些很多通勤嘛 你的年轻人或劳工 然后工业区或者是学校附近 另外像我们过去在火车站的中区没落 我们政府也在那边可以来兴办社会住宅 所以这个社会住宅不会跟人家讲到 是不是比较破旧 是比较好像这一个一种国宅 或者是说会不会影响这个地方的房价 不会 反而可以带来人潮之后 让比如中区再生 我们那很多年轻人 他已经去台中市的中区 去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公园研科 地私信用合作社 还有这个非常多民间的创意 但是这些年轻人 他就住在非常远的地方 如果能够在就近 火车站附近有社会住宅 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会非常方便 就是工作地点进 所以不是不能做是不用心 所以胡志强他听到我讲这个政策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反应说我在骗票 再来说说我不用心 应该去向议员学习 我连市政都不了解 我是一个学者 我做过政务官 我在台中已经十年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怎么会讲这个话 而且开记者会的时候 除了学者专家 还有以前的经建会主委 甚至工业区的代表 年轻人都出来为我讲话 所以我在诉求一个就是说 其实台中的条件真的非常好 但是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硬实力就是基础建设 软实力就是把社会福利 跟人的从文化教育 这一些生活上的需要的东西 把它做好 所以社会住宅绝对可行 我在台北炒了老半天 告诉我搞不好做不出来 但台中我认为最有条件 土地不是问题 人口有这个需求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差不多3万户 我承诺在我任内 去规划 兴建 然后整个就是说能够出租 当然不是说4年内 1万户都完全盖好 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我的任内 我会找到地 然后规划1万户 有些可能快 有些可能慢 因为那个涉及到 很多的行政程序 但是我任内一定确认 有一万户是 就是政府已经决定 那么要兴建的 这个社会住宅 对 你有拍胸脯保证 绝对办得到 那刚刚说地找到了 钱呢 大家会说 那是财源哪里来的 所以他不但不会花钱 而且会赚钱 我刚刚讲土地是政府的 我不要把它卖掉 像胡志强一样 其实胡志强是卖掉 现在人的财产 来解决他自己的财产问题 我是帮政府养地 等这个地20年后 可能更价值的时候 我再来处分 我去买另外一个 更便宜的地 所以我没有去卖地 这个我就替市民 保有这个房地产的价值 第二个就是说 基本上现在 银行的利率这么低 我们可以拿这个地 去融资贷款 然后你兴建完之后 我讲的就是说 因为收租金 租金就可以 我们算过 这个滞长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以市价来讲 如果以这个 一万元的这一个 一般的租屋 我们租7000元假设 那35平为单位 那我们就有租金的来源 那政府当然对弱势者 要一定比例的补贴 可是这个钱少于 现在我们政府在推动的 就是对于住宅租金的补贴 胡志强说 他要补助什么 一万多户 每一个人4000块 一个月的这个租金补贴 结果你看 这几年来 去申请的没有几个人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很多问题 因为房东 他变成 他出租房子 这要报税 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再来就是说 那你这样子4000元去补贴 按照我的社会住宅 盖起来的 三好一公斤的 我算一算之后 其实我真正补贴给 每一个住户的 还不超过4000块 所以我的政策既省钱 而且又能够 就是说提升住宅的品质 然后给真正需要的人 住得起 是 听完你的政策 政见 我们就轻松一点 换一个心情 那来谈谈你的家人 那委员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取了一个 这叫做奇美千金 当初他嫁给你的时候 觉得说 应该 你应该就是在学校当教授吧 就是很安安稳稳的生活 但是没想到 你的人生转了一个大弯 因为其实你也不算不诊业 你念的这个学历很漂亮 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那我不晓得 你踏上政治这条路 泰座有反对吗 还是说他非常支持 因为之前看到你的每次选举 他其实都乐于 当你的超级助选员 陪着你到处这样跑行程 那我不晓得 一开始有没有曾经反对过 我跟我泰座耶鲁认识 那当然留学生 大家就是 课业之外生活 都很轻松 很惬意 但要回到台湾了 他当然很关心我的工作 包括他的家人 我的岳父 他们第一个问我的问题说 你会不会去重振 你知道我以前有参加学生运动 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现在念到博士 我现在有申请到学校的教职 我会在就是学术界发展 他们就比较放心了 那当然就是说 当然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2000年的时候政党轮替 那因为我有帮忙 那时候陈水扁跟民进党政府 从政策的白皮书 包括我刚刚讲的三个第三 台中的发展 所以后来呢 我就去 其实我最早 就是邀请我去当幕僚的是李登辉总统 在1998年 我那时候还在联合国工作 然后他请人去找我之后呢 我就到这个中正大学教书的同时 也在国安会兼职 然后后来2000年之后 我就去当国安会委员 那这个我太太都还能够接受 因为这幕僚 可是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 民进党的执政遇到一些危机 因为大家觉得说 这个朝小也大 好像治国无方 所以需要一个发言人 那大家吵来吵去就找了说 我因为我是学者 然后可能比较有论述能力 形象也还可以 所以我就从幕后到台前 那这个转变当然就回不去了 因为变成公共人物嘛 那后来就是台中市 因为需要有一个 提名一个人来挑战胡志强 选市长 挑来挑去之后 大家都觉得我看起来比较像 因为我也当过新闻局长 我的学经历也不舒服自强 那就跳下来 那我太太其实就有点犹豫 因为从幕后到台前 可是她的心情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她知道我有理想 她想帮助我 去帮助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 所以一方面她支持我 可是她也是监督我最大的力量 她常常会去提醒我 莫忘初衷 大家牺牲这么多 然后你去从事政治 家人要跟得那么累 其实我太太是很好相处 她某个程度来讲 就是随遇而安 让人觉得很没有压力 她一点都不像一般的 所谓的这一个什么千金 千金小姐 她就是让你感觉像林家的姐妹一样 可是一路走来之后 当然一次两次三次 中间我有失败过 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讨论跟摩擦 那她是觉得 你想为这个社会做事 但这个社会并不接受的时候 你不要勉强 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会产生很大的挫折跟失望 当然我们度过的最困难的时候 那这一路走来我太太 其实不是无条件的指使我 她是监督我 然后要求我就是说 既然牺牲这么大 你就要把她认真做好 那在选举中当然 她就是会当我的分身 然后帮我去诠释 给更多人认识林家隆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 我跟她在一起 我们是一种就是说 一种共同的志业 就是说她觉得她不是自在政治 但是她的先生有政治的理想 她如果帮助了她的先生 也可以透过她的先生来帮助这个社会 那我们其实一路走来 点点滴滴其实是酸甜苦辣 这个是我自说 在台中这个所谓的 这一个十年磨一剑也好 滴水穿石的故事也好 其实如果没有我太太 其实很难想象我一个人走得下去 是 既然决定走这条路 就要把这条路好好地经营好 那刚刚你有提到 之前曾经参选 曾经失败过 不过这一次的选举 面对这个民进党 近几年来 在台中市长选举 最有一面的一次选举 那我不晓得 我以为最后还有没有一些话 想要跟选民说呢 是 其实我到台中选举 不是为了要去当官 因为我本来在中央政府 就是部会首长 已经当了四五年 我是真的有一些理想 那我觉得台中真的条件很好 那如果给我机会 我来引领台中的改变 所以其实在台中这些年来 我不断地在提出台中的愿景 我也写了很多本台中的书 不管是加龙带你游台中 这种观光旅游的 或者是说城市梦想家 对于城市的很多公共政策怎么做 那总是城市是这样子发展的 就是说胡志强在13年前 他的年龄大概是53岁 他也把他的人生精华贡献 跟这个城市 我们也是要感谢他 不公路也有苦路 但是不要去勉强 当然选举有很多的变数 比如说现在我的对手 有庞大的行政资源 而且跟地方派系结盟 而且我们也很必须要很谨慎去处理 如果选举期间有些突发事件 抹黑或者是会选 那还是会影响到选举 所以我必须要承载的是 这么多人的期待 我不能够去犯错 那我必须要很努力 掌握每一分钟的时间 尽量去争取到每一张的票 是 不管是谁来当这个市长 当然都希望台中市可以越来越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委员 来接受我的专访 也希望你接下来的一个行程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行程都非常的顺利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再回到新闻现场